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下意愿随之而已 不像前面所说的 上背 中背 下背 那个临终景象 是一定的 临终一念往生的 他的景象 不像头 底下有解释 与上背的人生死勤进 凡胜提空 明时服武去来 而进佛来 辽达生死本空 而现往生 写此生彼 戒如梦幻 故云如梦也 他这个梦不是做梦 这个境界 像是在梦中 他不是在做梦 上背 上背 往生的人 这是说 无论修行 哪个法门 生死这一关 破了 真正通达明了 没有生死 与中背者 撂达世界 皆如梦幻泡影 过于临终 无所留念 视同梦中也 中背往生 他对于住法时下 没有上背那么清楚 为什么 上背轻震 中背也知道 也能够了达世界 但是 他不是清真 他是由于 听教多了 读经多了 所以他是解物 上背是正物 上背真的 欺负经界 中背 没欺负经界 所以中背往生 是生 方便 没有欺负经界 那些人 阿罗汉 毕之佛 全叫菩萨 就是说 没有坚信的菩萨 我们小大臣 就是在这个阶段 不能不努力 现在懂得了 努力的 妙法 就是知识名号 啊 我决定 要生 极乐世界 我决定 要跟 阿弥陀佛 学习 这个意念 就是 无上 菩提心 我能把这个世界 一切云 释出世界的云 统统放下 心里面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就能帮助自己提升 提升到什么境界 提升到证 从节悟里头 提升到证 节悟之道 障碍我证悟的是什么呢 就是妄想分别之主 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了 障碍没有了 证悟陷陷了 从中辈 提升到上辈 所以 所以装碑 他确实 有节悟 所以临终的时候 他无所留念 临终的境界 视同梦中 在他心里面 跟梦境 是一 不是二 梦境是什么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所以他的心 是清净 没有忍住 也就是 一切放下了 至于下辈 七人临终 方福四孟 得尽 比福 也得 光三 下辈 是什么 六道 凡福 妄想 分别 支出 通通 有啊 虽然 学府 听教 没听到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连节悟都没有 没听到 日常生活当中 厨师带人救 依旧是烦恼 习气 当家 他能不能往生 关键在他 是不是 真心 是不是 真怨 是不是 真念佛 关系在这里 如果 这三个条件 他有呢 这个人 灵命中 是 就 仿佛 思梦 见到 阿弥陀佛的 接应 也决定 的 这 卦佛里头 说得很清楚 但 一信 三倍当中的 下倍 并 不价 等于 正宗 三倍当中的 下倍 上中 二倍 也佛 若是 他跟 本平 前面 所说的 上倍 中倍 下倍 不一样 啊 该一信 三倍 别具 一个 不同 常规 这几句话 非常 重要 啊 他 确确实实 不识相 专修 尽宗 的人 啊 跟专修 的人 不一样 但是 我们很清楚 这些人 阿勒 阿勒 也 是 有 阿弥陀佛的 种子 有 禁宗 禁教的 云云 肯定是 有 但是 在这一生 当中 他没有 遇到 禁宗 没有 遇到 弥陀 之 愿 他学习 他的话 甚至 学习 他 宗教 阿勒 也 诗里头 有 弥陀 种子 所以在 灵宗 灵敏 宗 遇到 善由 提示他 这一提示 立刻从 阿勒 也的 种子 他就 起先去 他就 能信 他就 能 发愿 他 真的 万元 放下一心 专念 一念 十念 了 风来 接音 他往生 往生到 极乐世界 品位 完全 不相同 从 上上品 到 下下品 通通 队友 他是 哪一品 很难 确定 只有 他自己 知道 都 专门